哈喽大家好我是华强北最帅的背包客清风 今天依旧来到华强北市场帮小伙伴们淘机器 来到港版的档口帮小伙伴挑选一台港版的XSMAX256G黑色 我挑选机器也是比较严格的 尽量的是挑选这种9.9层新的冲心机 XSMAX是当之无愧的机皇 当年的发售价也是高达13000米 也是远远高于现在的12Pro Max的价格的 有人说A12的处理器可能过时了 A12处理器是一个堆料十足的处理器 XSMAX各方面性能也是不输现在的旗舰机皇 接着来帮老铁安排一台苹果864G无锁版本 苹果8用的是A11处理器 同样也是性能小钢炮 不过大多数苹果8的电池已经不耐用 跟小伙伴沟通好换一块全新的电池 4.7英寸的屏幕拿在手上的握持杆 非常的好 学生档或者用作备用机的小伙伴都可以选择它 再用个三年以上妥妥的没有问题 接着来到华为的档口 帮小伙伴安排一台华为Mate 30 Pro 8加256GB版本 这是一台5G版本的手机 目前可以升为鸿蒙系统 我用的也是Mate 30 Pro 同样升级了鸿蒙系统 运行也是非常的流畅 也为我们的国产之光点一个赞 目前华为的手机不管心机二手 都是在市场比较火爆的 接着来帮小伙伴安排一台P30 Pro P30 Pro据说是第一个可以拍月亮的手机 拍摄效果也是非常的强悍 麒麟980的处理器运行依然非常的流畅 这台同样是一台9.9成新的冲心机 128GB版本 目前市场价格也是在2000出头 曲面屏的弧度不是非常的大 握屎感非常的好 目前性价比也是比较不错的 后期预计也可以升为鸿蒙系统 最后来帮老铁安排一台全新的苹果12 128G紫色 目前的市场价也是比官网便宜将近1000元 价格也是比较香的 需要带菜的小伙伴千锋都可以带为采购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